两个人是越烙越热乎啊 对彼此过去的感情也都没啥说的 于是江大姐又主动提起了自己照顾老母亲的事 所以说我家就有个老太太 我每个白天去晚上回来 白天就像上班似的 完了呢 给90了 哎呀 搞不住 刚才是这样咱俩这个 来一起了老太太呢 接到一起了 谁得不跟就是我临时去 哎就是去完了回来 那晚上一个人到才能行 行 没事 那我家呢 这掉地下的行为 没 我妈身体好 啊 住几楼啊 四楼 能下楼吗 能 天哪搜搜 你要不在屋他就没影子 那你照你妈不要 那我妈活我也得照顾 不介意这事 不介意 绝对不介意 这只能这么一个孝页 杨大哥对江大姐照顾老母亲的事情啊 并不介意 相反她更觉得江大姐是个非常孝顺的人 同时她也隐隐地担心起了江大姐会不会介意自己的女儿 对于杨大哥的女儿江大姐不但没有介意 甚至她还挺喜欢这个小姑娘 于是这热情善良的江大姐还主动给杨大哥的女儿安排起了工作的事 你干的啥也行 不行你做眼镜 把眼镜都给你 真的 我帮你 那我老板 真的 得网上卖 你就卖吧 我给你做后盾 我来做 所以你要进去 你只要卖出去就行 剩下都你的钱 你帮我 就我这网上卖货好卖 我也挺喜欢她 现在她已经能合得来 看得出来 江大姐是真挺喜欢杨大哥的女儿 这小姑娘呢和江大姐也是特别合得来 接着江大姐的一番话 又让杨大哥对她赞不绝口 我爸爸就喜着 对你公知 我没有什么 你就放心吧 就是钱的问题 你们家有啥财产我都不带店 我就是啥 你对我好 人呢 你叫爷爷有你的一份 没有 我不要 因为我有公知 因为我有公知 我还有零花钱 你要把这话说出来 听说说人说 那心里都得进去 经济上是你说了 这后边 我也是这个情况 因为你的我的 不要想花 咱就搞人喜欢 对 你让人要我交给你也钱 但是我花多少 你给我多少 我不要 你就搁你的人 我不要 不要钱 我愿意买啥 我就往家买点啥 我不要你钱 你把你钱给你家 你就花 对吧 不够我还能给你添的 这样看着 两个人越料越好 我们的红娘提出 让杨大哥 带着江大姐回家看看 一呢 是让江大姐心里有数 二呢 也是让两个人 在彼此多了解了解 给大哥拿点东西 不用不用不用 拿点茶 拿茶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心 哎呀 这个给你拿的 这个给你爸拿两瓶酒 拿两瓶酒 哎呦妈呀 多大姐呀 来来来 喝斗子 这两瓶子 这是狼酒好酒 30年的就 哎呀 可别说我是酒鬼啊 没有 这是我的一点心 那谢谢 脱点底 脱点底孩子 嗯 不能白带你来一回 你自己当老李 哈哈哈哈 这江大姐是真实在呀 大盒子小瓶子的 也真没少给杨大哥拿 准备好给杨大哥和女儿的礼物 我们终于踏上了 去杨大哥家的路 这先看我姑娘窝 这姑娘窝 挺好的 这先看我姑娘窝 干净 这是我的窝 这大哥的窝 行 没有女人的 他就 就是自己熟悉就多干净啊 厨房挺好的 厨房挺好啊 嗯 干净啊 你看一个拍照就能看出干净 是啊 这个 你摸摸的拍照 这个 这个基本上应该我刷回 这咱就说 过日子看别人拍照就能看看 房子还挺好 这都挺干净 不错了 江大姐到杨大哥家里这一看 屋里收拾的那叫一个干净利索 对杨大哥是更加满意了 杨大哥对江大姐那也是从心底里喜欢 于是两个人有了明确表态 行啊咱也聊这么天了 完了大姐到大哥这边看了 咱彼此啥意见都说说吧 哇 没啥意见 你没啥意见 没啥意见 其实我对大哥 大哥印象特别好 因为大哥对孩子好 我就认为有责任心 他能对孩子好就能对我好 帮我爸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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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讲话 领导讲话 咱们家有个小领导 你家有个小领导 对啊 大家看看啊 多温馨哪 彼此表明了心悸以后 三口人又对未来有了清晰的打算 我是有信心跟你相处好 有信心 大哥有个信心 真的 有啊 眼看着两个大人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杨大哥的女儿也和红娘提起了她的小心愿 我不光一次说 没事 不行 我不说你说 要跟你说 我不光一次说 他刚才说 你别说我刚才说 行 没事 他刚才说 别说了 别说别说 行 不算他说的 就是有男嘉宾吧 这个相助他的 也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 是不是 这好事成爽 不光这个给父亲找个人想 这个给我们的事也别给耽误了 是不是 就顺带稍稍带着我就行 我今年37岁 然后未婚单身 等着你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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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